莫小魚對山裏不熟 但是顧依依在這裏大 對這裏熟悉都爆 帶著莫小魚繞了幾個山坡 莫小魚再都找不到回去的路 而這個時候 山裏就開始起步 莫小魚看過很多古裝劇 經常說西南蠻夷之地 漲氣橫行 不由得有點害怕 呃 依依呀 這個是不是武器呀 莫小魚就問 是啊 我們這裏的天氣好怪的 事情是魚 讓你戴上斗衣 一旦可能要下雨了 顧依依把一頂斗粒遞給莫小魚 但是莫小魚接過來之後就後悔了 因為他看到顧依依手裡沒有多餘的斗粒了 很明顯 這個是他帶出來唯一的一頂斗粒 自己是個男人 怎麼可以讓女生淋雨呢 顧依依 算了 還是你戴著呢 我沒事 不怕臨的 莫小魚講完又遞回去 顧依依笑臉如花地說 阿哥呀 你是我們的貴客來的 你如果臨上了 我姐姐會說我的 再說呀 我們一年四季都在山裏已經習慣了的了 莫小魚看著顧依依的身材 嗯 嘖嘖嘖 跟她姐姐差不多 而且做不到十七歲 就長得跟顧依依依差不多高了 她姐姐是學舞蹈的 不知道顧依依會不會跳舞呢 穿著及塞的苗家粗布褲 一字結白的腳刮鑼拿露在外邊 腳上就穿著一對有些舊的瘦花蟹 上衣也是苗家人自己積造的粗化布衣服 一頭青絲粗略地玩了起來 真是令人賞心悅目呀 三十年前剛剛打開閣門的時候 我們摒起了傳統的純棉布料 還以上了化纖的的確量 但是短短的三十年過去 各人又重新開始 另轉頭去尋找失去的童年記憶 就好像是顧依依身上的粗布衣料呀 依依我們現在是去哪裡呀 木屎魚看了周圍的大山 不由得問呢 這裡周圍都是我們寨的人經常在的地方 蘑菇都被人摘了 所以我們要走遠一點 阿哥呀你累不累呀 或者我們休息一下吧 顧依依好體貼地問 莫屎魚還真是有點頂不住呢 於是兩個人找了一塊竹林邊的石頭 坐了下來 因為石頭不夠大 所以兩個人捱得很近 開始的時候 莫屎魚還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見到顧依依天真難蠻的樣子 自己心裡那些惡錯的想法 也就釋然了 你和我姐姐好了很長時間了嗎 顧依依轉頭 眨著眼睛跳皮地問 啊?你姐姐? 哦,是呀 難道你看不出我姐姐很喜歡你嗎 對於莫屎魚的回答 顧依依心裡有數 那也都印證了她的猜測 我知道 但是怎麼說呢? 我們之間只是朋友關係 啊,這次來到這裡 也是因為想幫她 令你父母在這裡放心 莫屎魚不想隱瞞 因為有些事越是無靈兩可 可能會越閉加火的 哦,原來是這樣 怪不得咯 顧依依若有所思地說 什麼意思啊? 哦,沒事 顧依依笑著說 但是從顧依依的表情來看 她一定知道些什麼的 但是她沒有跟莫屎魚說 莫屎魚也沒有多問 哦,對了 我姐說你要幫我們整屋 是不是真的? 啊,這件事還沒跟你爸爸說 我不想讓你姐姐擔心家裡 再說,你姐姐是一個很要面的人 你也看得出來 她很想讓大家知道 她在外邊覺得很好 所以可以幫就幫 還說不喜歡我姐姐? 哈哈,你如果不喜歡我姐姐 你不需要幫她 顧依依笑著說 哈哈,這個… 我也說不出來是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是個好人吧 莫屎魚有點自嘲地說 好人? 大哥,好人有時候未必會有好報 顧依依笑得有點神神秘秘的 啊,什麼意思? 走吧,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講完,顧依依居然伸手 拉起莫屎魚 絲毫都沒有男女的鼻位 被少女的手牽著 顧依依在前 莫屎魚在口 兩個人一路前行 顧依依身上那股不知名的香味 破口面而來 令到莫屎魚很舒服 嗯… 這股味道應該是來自山裡的花草 不可能是城裡人用的香水 因為那種香水味道都是經過提唇的 帶著一股化學的味道 但是故意依身上的味道 清身淡然,心人心皮 但是這個時候 卻飄起了魚滴 開始的時候只是零星的幾滴 他們兩個都沒有在意 但是話這麼快 傾黑之間天地就成為了 魚豬穿成的豬簾 莫小魚自己帶上豆粒 但是怕故意依淋到 於是就將它抱在自己的前面 自己比它高一點 身體前傾 豆粒提前遮住雨滴 令故意依少淋了不少的魚 但是一頂豆粒可以遮到多少魚 不用多久兩個人都濕透了 這個時候粗布衣濕滴滴地 裹著故意依的身體 嘩! 玲瓏的線條顯露無謂 而莫小魚對手 就固在她的腰裡 兩個人在山路上艱難地前陷 漸漸在遠處看上去 莫小魚的身上 開始升騰的一股熱氣 因為她這個時候 簡直是肉火焚身 雖然知道自己不可以這樣想 但是身體卻出賣了她的靈魂 一種奇異的香味蔓延開來 雖然故意依行在前面 迎面來的是風 但還是聞到一絲的味道 靈轉身望了一眼莫小魚 不由得心神一擋 而且莫小魚一隻手 還哭著自己的千腰 令她更加難以致辭了 這個時候一聲雷響 將莫小魚震醒了 她就想起了姬聖傑的話 自己千萬不能這樣做 要不然故可可會殺了自己 所以就脫下豆粒幫顧依依帶上 自己即是臨在雨裡 瞬間就清醒了 顧依依也是這樣 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什麼 但是一絲迷惘過後 面上的紅雲卻有則無減 從來都沒有個男人和自己這麼親近 而且這個男人 還是姐姐的男人 這樣令她覺得有點羞愧 但是一想起姐姐故可可 她的眼神裡卻全部都是內疚 到了 那就是那裡 顧依依指著一處山咬就說 啊 那個是什麼地方 但是這個時候 顧依依已經走在前面 莫小魚就只好跟著 那裡了 走了沒多遠 見到山咬那裡有一個山洞 但是卻被一道柴門鎖住 顧依依拿出鎖匙開了門 兩個人一起躲進了山洞 沒有雨淋 雜時之間感覺就舒服了不少了 但就在莫小魚看著洞外邊 稀稀疏疏的雨的時候 一靈轉身 咦 顧依依不見了 向入邊望 是深不見底的洞雨 雖然察覺不到異常 但這樣就已經夠詭異了 依依 妳在不在ents 莫小魚叫了一聲 欸欸 Qing 妳在不在ents 動域裡面有回音 肥 唉呀 莫小魚不由得有點起雞 fale 但是雙眼就可逐不及中的黑暗 亦後不敢往裡面走 這個時候 然後聽到由女到外的腳步聲 不用一陣 顧依依舉著火把走出來 但是令到莫小魚嚇一跳的是 顧依依已經換好了乾的衣服 因為顏色不一樣 所以莫小魚認得出來 這樣令到她很驚訝 這裡為什麼會有顧依依的衣服 這種自己家裡織造的粗布衣 沒有城裡邊穿得那麼透 所以根本就不會走光 但是可能這裡沒有儲存內衣 所以顧依依空前的兩個特點 還是看得很清楚的 阿哥 這裡沒有男人的衣服 你還是把濕衣服取下來 我點火幫你敲光它 這裡是什麼地方來的 這裡就是我平時住的地方 顧依依的話令到莫小魚更嚇一跳 因為這裡看下去是一個洞穴 而且還遠離寨子 一個妙齡少女居然住在這裡 任何有頭腦的人都會疑問這裡裡的故事 而且這個時候 莫小魚開始後悔 獨自跟著顧依依來到這裡 而且這條美女根本就沒有看下去這麼單純 說是去摘蘑菇 但為什麼就會來到這裡 顧依依一路走 一路點燃了崖壁上面的燈 莫小魚發現這裡裡面很大的 但是人工的痕跡就很重 看來這裡是經過了一些初步的人力加工的地方 一直將要走到盡頭 嘩 果然開朗 這裡裡面居然是一個圓形的洞窟 而抬頭居然可以見到天 這個時候外面已經不下雨了 甚至可以見到陽光照著在崖壁的那裡 所以這裡也不用點火把了 故意把火把關掉 莫小魚見到這裡的石桌 幾張木製的椅子 還有一張只能夠容納一個人的小床 蛤?你就住這裡嗎? 為什麼不住在家裡? 莫小魚很奇怪 因為我要照顧他們 顧依依指了指 在黑暗那裡沿著崖壁底下 對放著的平平冠冠 莫小魚順著光線看過去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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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頂 裡面全部都是黑暗暗的蟲 莫小魚不敢靠緊 但是個人就越來越害怕和惡心 呃 你…你點是 莫小魚都還沒問出來 但也猜到的大概 故意果然不是那麼簡單 甚至這條小女子比她姐姐還要心機深沉 阿菇啊 你不要怕 這些蟲都是養古用的 這些都是我姑姑的 但我姑姑幾個月前已經死了 她是我們寨子裡的最後一個巫師來 你就看到了 我們家現在很窮 但我們家的雕腳樓 在十幾年前是寨子裡最好的 因為那時候的人還相信巫師 我姑姑就是靠著毛衣和人家醫病 才可以養家 但是現在的人有病 都要醒來看了 誰還會找毛衣啊 慢慢 我們家就快樂了 呃 那… 那這些東西是有什麼用的? 無故行婚家的 我沒有學識到姑姑的毛衣 但是她快到死的時候 就把養古的本事傳給我了 為了保證不失傳 我唯有硬著頭皮 不過我發覺我自己也挺有天分的 我現在不怕他們了 他們都成為了我的好朋友 而且為了演示給莫小魚看 還隨手在桌底拿起了一隻玻璃瓶 在裡面拿出一隻蠍子 放在她嬌亂的手臂上面 只見那隻蠍子 好像聽得聞她說的話那樣 沿著她的手臂慢慢地前行 而且還可以倒著回去 嘩! 這樣令莫小魚不由得窄窄清奇了 蹲下頭一看 嘶! 嘩! 嚇到她差點跳起來 原來桌底下還有幾個瓶和罐 裡面全部都是蠍子和蜈蜈之類的毒寵 最得人害怕的 還有一條金黃色的蛇仔 嘶嘶聲地套著舌頭 好像隨時都要攻擊莫小魚那樣 嚇到她動都不敢動 顧依依看得出莫小魚很害怕 於是把蠍子放回瓶裡 塞在桌底 你可能很奇怪 我叫你來做甚麼 其實我就是想問問你和我姐姐的事 因為昨晚我姐姐和我一起睡 她問我要姑姐留下的情人股 不知道她要給誰用 莫小魚一聽顧依依這句話 那些毛孤眼馬上都凍起來 顧依依依這個臭小女孩真是這麼狠毒 枉自己這樣幫她 她為甚麼要害自己 莫小魚簡直生氣到頭都炸起來 阿姑 你覺得她是不是給你用 顧依依看得出莫小魚的憤怒 就問 我不知道 我和她真的沒有這麼深的交情 她為甚麼要害我 阿姑 你說錯了 她這個不是害你 她是愛你愛得好心才這樣做 如果你這一輩好好愛她 你就會好像正常人一樣 沒有任何的異常 但如果你移情別戀 那就會引動股蟲 然後股蟲就在你身體裡繁殖生息 最後就會破體移出 到時候人也會死掉 莫小魚聽到要吐 而且膽戰心驚 她現在開始後悔為甚麼要來這裡 為甚麼要聽過可的話 為甚麼要可憐她 但後悔也沒有用 事到如今 最重要的是 快離開這裏 阿哥 你放心 我跟她說了 我說情人鼓沒有 因為姑姐已經很多年沒有祭鼓了 再說 現在哪裏還有這麼癡情的女人 顧依依笑著說 莫小魚雖然心裡 暗暗鬆了一口氣 但是沒有了情人鼓 不代表沒有其他的孤獨 想到這裏 莫小魚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來 而且使用情人鼓的女人 都是比較自私的 她們害的都是那些欺騙她們的男人 她們還生歐歐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她們沒有勇氣使用另外一種孤獨 就是殉情鼓 她們只是想把那些負心看殺死 呃 什麼是殉情鼓 我也不知道具體是怎樣製作的 我只是從姑姐流下來的於書上面見到過 說是男女相愛 女人為了男人吃了鼓蟲 而她自己也吃鼓蟲 只不過男人吃的是癡性鼓蟲 而女人吃的是紅性鼓蟲 一旦男女分離 情動悶醒鼓蟲 這樣就會爆發 兩個人都會死 顧依依說得淡然 而莫小瑜就聽到心驚肉條 她還是第一次聽說世界上 有這種維持精烈的利器 唉 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莫小瑜有點不好意思這樣說 是呀 我姑姐希望我學會她的本事 將毛術傳承下去 但是我都還未來得知學 她就死了 顧依依頑固了下四周說 你姑姐一直都在這裏住嗎 這裏的條件不太好 是呀 這個是毛絲的責任禮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裏為何叫做衛寧寨呀 為甚麼呀 因為我們寨寺的人 還有附近幾個寨寨 都是黃寧的守務人 所以我們這裏就叫做衛寧寨 傳說這座山洞 就是入到黃寧的通道 所以在很久之前 周圍寨寨的人 都是住在這個山洞裡的 到後來才慢慢慢慢地搬出來 一聽到黃寧 這樣就令到莫絲儀有了興趣了 黃寧? 誰是黃呀?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僅是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都是口口相傳來的 但是有一年發生了瘟疫 知情人都死了 所以 呃 是跟哪個守寧 是怎樣進去黃寧 就沒有人知道了 噢 顧依依看得出來 莫小魚對自己說的話很失望 但是自己確實是不知道 透了火 莫小魚打大尺辣 顧依依用滷棍 撐起衣服幫莫小魚烘乾她 不知道是火烤的原因 還是顧依依見到莫小魚打大尺辣 少女的心裡又反起了波瀾 所以看下去紅波波的 很好看 噢 那你想在這裏留一世嗎? 莫小魚就試探著說 我才不想在這裏 我又不是無私理 但我不在寨廁裏 可以去到哪裏 我什麼都不懂 等過多幾年 再出去打工 為什麼不繼續上學呢? 想不起啊 我沒有阿姐這麼有本事 找了一個這麼好的阿哥 這個阿哥又給他吃又給他住 還給他上學 顧依依嘟起嘴裡說 莫小魚笑了少 這條小女的嘴都好像把刀一樣 刺起人來一點都不客氣 哪怕是她自己的姐姐 你如果還想著繼續讀高中的話 我可以幫你找一下關係 去唐州上學 但是來這裏很遠 你恐怕沒多少時間回來了 莫小魚一猶豫 又多管了一件閒事 嗯 這算是報答了她對自己發出的警告嗎? 顧可可真是會害自己? 真的? 我可以和你們一起走? 顧依依興奮地問 她一興奮 差點就把莫小魚的衣服 丟進火堆裡 我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爸爸媽媽那邊怎麼交代 你走了他們怎麼辦 利下顧依依的臉色又暗了下來 莫小魚說得沒錯 自己走了那家裡怎麼辦呢? 爸爸的身體不好 還要落田奴作 自己在家裡還可以幫忙 怎麼走呢? 走了就沒有人理他們了 唉 不用急的 我們慢慢想辦法 回去之後 和他們相來一下再說 莫小魚安慰 這樣顧依依的面上 才重新有笑容 顧依依在幫莫小魚空衣 而莫小魚則是起身 沿著洞屈的邊緣 開始看上邊的人為痕跡 但是看了一圈之後 發現這裡 除了這些人為的生活過的痕跡之外 其他關於皇陵的任何痕跡都沒有 不過既然這個地方叫做衛寧寨 而且故意依又是本地人 說不定真的有皇陵存在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 地處大西南福地 到底誰的皇陵會站在這裡呢? 莫小魚覺得回去之後 有必要好好地查一下歷史資料 說不定這裡還真是埋了一個 某位君主的遺骸 衣服乾了 莫小魚轉身穿好衣服 卻沒有注意到故意依一伸手 那條金色的蛇仔 順著她的手臂爬進去衣服裡 洞外邊已經放晴了 而且武器也都散走了 莫小魚和顧依依在回去的路上 順便摘了蘑菇回去 其實根本就不用去樹林裡採蘑菇 雨後的路邊就有很多 莫小魚和顧依依回去的時候 顧依依依已經很急地在大門外邊等著 還問她們去哪兒 剛才下雨有沒有淋上了 沒有呀 這裡下雨嗎?山那邊沒有下 顧依依順口敷顯了她 沒有下就好 快點把蘑菇送進去 就等你了 阿菇呀 你幫我送出去好不好? 我玩阿姐有些事 顧依依斬著大眼睛說 唉,莫小魚無奈 只能夠揹著竹樓進了家門口 怎樣呀?你們究竟去哪兒? 顧依依依一向都知道自己這個妹不是小野 於是就把她拉在一邊問 阿姐呀,我求你一件事 顧依依很可憐地說 什麼事? 顧依依板起臉 我想跟你一起走 我想去唐州上學 這個是阿哥答應我的 顧依依啃起嘴說 什麼? 顧依依一驚 望向家門口 哪裏還有莫小魚的影在 阿姐呀,你不會不答應是嗎? 再說,她也是我姐夫了 你看,她連屋都幫我們製 還在乎多我一個人嗎? 我真的想去上學 我才幾大呀 就要我在家裡耕田 顧依依很可憐地說 只不過你走了阿爸媽怎麼辦? 顧依依問出跟莫小魚一樣的問題 我不理 反正我要跟著出去 我不想一輩子都在這裡 悶都悶死了 顧依依點起嘴 好不高興地說 這件事我答應你也不算 阿爸媽媽同意才行 顧依依依很無奈 她知道自己做不到這個妹的主 但問題是 妹妹和莫小魚一起出去這麼久 她們到底做了什麼呢? 莫小魚居然要帶著自己的妹一起走 阿姐呀,那你真的答應我了 是不是呀? 哈哈,多謝你呀,阿姐 阿姐,你真是好呀 顧依依一見自己的姐姐讓步 跳起來就在顧依依的臉上吃了一口 好高興地跑回家 而顧依依依就是到處找莫小魚 她是想問清楚 莫小魚到底對自己的妹妹做了什麼事? 終於在屋後面見到莫小魚和姬聖傑在過陰隱 不由得生氣的走過去 拉著莫小魚就向屋後面更遠的竹林走過去 喂喂喂喂 做什麼呀?誰氣死你呀? 莫小魚的心裡雖然警惕 但沒有真憑實據 又是顧依依那個小女兒的一面之詞 也不好找顧依依對質 所以只會自己警惕一點 你要說一下 你把我的妹妹怎樣 你還想有命 是吧 古可可生氣爆爆地問 一下就把莫少爺問到猛了